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肯定 你们原住民自治法相关的法案 还有依照宪法征修条文第十条 下来的应该有很多法案 第一个原住民的识别 也就是说我们到底什么样的种族 什么样的称为原住民 这个识别的法案 行政院没有任何提案 来 主委 我再请教你一次 你认为行政院对原住民的法规法案 做得够多吗 那他告诉你说 国家尊重多元文化 所以我们对委员住民朋友要特别保障 包括原住民的语言 包括原住民的土地 包括原住民地区的经济发展 通通要处理 那你说好 你们提了语言的部分 结果行政院把它并掉 行政院根本不关心 那我要请教 这么多的相关法规 行政院对原民会的态度 对我们原住民朋友的态度 到底是怎么样 各位委员报 这几个法 有一部分都是在 民国96年时代都送出来了 我知道啦 行政院根本不重视原民会的关系 所以原民会在行政院会议里面 就讲话越来越小声 那这样你怎么对原住民朋友做交代 任何的提案都没有 所有提案都没有 还要看我们这些原住民的委员 在这里一样一样提 那你们有做过的努力 我也知道我也都查过了嘛 但是现在实质上 所有法案都没有嘛 一个也没有嘛 一个也没有嘛 你们只有把原住民自治法 改成暂行条例嘛 不是我们认为行政院 还有这个马政府 根本不重视原住民吗 没有啦 说说算了嘛 才会发声马总统还说 我把你们当人看这件事情嘛 这就是他的基本态度嘛 法案没有提出任何一个 今天这么多法 很大的误会 今天这么多法案 唯一提出来 你知道是什么法案吗 唯一由行政院提出来是什么法案 就是刚刚段委员讲的这个 文化事业基金会 包括圆明台的部分 那你们这样的法案 行政院唯一通过的法案 行政院唯一送到我们立法院 送到我们内政委员会的法案 是这个法案 那这个法案不是帮原住民朋友增加权益 这个法案是干嘛 这个法案是你们企图操控原民台 那这样的法案是你们行政院唯一提出来的法案 怎么交代啊 怎么交代啊 怎么跟原住民朋友交代啊 这么多的法案是挂零耶 能交代吗 然后唯一的提出来的法案是这个 原文会然后企图掌控原民台 是这种法案敢送到内政委员会来 离谱嘛 你这种法案叫我们内政委员会怎么通过啊 口口声声跟原住民朋友说我会照顾你们 我把你们当人看 结果提案数是零 行政院有关原住民的相关法案提案数是零 这算什么啊 本 week 你这种看法案他是摩尔老黄白的 这么多的 要来 我们拿何